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8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医疗与保健 张医师请您开始 我们今天把 医疗与保健讲完 谢谢 好 我们从这一段 请莉莉来念一下 三 外治法 西医外治法是通过医疗方法 从果治病 果止症状或检查结果 以及通过侵入性手术 或非侵入性复健 牵引等方法 直接处理症状 或检查出的异常形态 及组织受损 以达到治病的目的 如此治疗 固然有助于解除患出提伤 所致之疾病 但未必有助于解除 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且其中的手术 会严重破坏身体 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 不仅难以承受 还会危及生命 故从果处理 非治病善法 相较之下 中医与原始点 从因治病 不仅有医疗 还有保健 其中医疗 是通过针刺 或按推 直接处理 他处 乃至换处的血位 或压痛点 以改善组织器官 运作失调 保健 是通过爱酒 或僵肤 用于提伤位置 基于皮肤吸收 以加速修复提伤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由于原始点 系医疗按推 与保健热源并用 所以才能同时改善 体伤及热能不足 是症状 乃至预期检查出来的异常 及组织受损得以解除 如此治疗既安全 又有效 故从因处理 是致病膳法 此外 原始点 通过医疗按推 其位置的压痛点 既可致胃病 又可致胃病之体伤位置 而中医与西医 并无此医疗致胃病的 诊疗合一方法 在此情形下 就算中医 用保健 胃内热源改善体质 也难使疾病 消灭于无形 因外用爱酒 则无从下手 内服中药 则 旷日费时 况且胃病 表示体力正常 若能上足 处理伤 亦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由此可见 致胃病 保健 既非首选 也不能独当一面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很简单 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大家光看字面就理解了 因为前面一开始 我们就谈医疗有没有 那医疗西医有内治法跟外治法 那外治法我们也介绍过了 好 那西医的外治法这里只是在 重复一下而已 重复前面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可以 好 那它的果是指症状跟检查结果 那他们是通过什么呢 外治法是通过 侵入性的手术 还有非侵入性 这两种而已 然后来达到 直接从身体来解决这些 症状还有检查出来的结果 来达到致病的目的 这前面都有讲 这个就不需解释 继续 这样这里进一步就评论 前面是没有评论 在这里外治法就进一步评论 那你如果是这样 外治法通过手术或复健 它有什么利跟弊呢 有意义就是 如果属患处体伤的疾病 通过手术或复健 还有效 但是哦 但是哦 如果属他处体伤就未必有效了 比如说你膝盖痛 大开关是在臀部 那你检查出来 你认为是腰椎 第四椎或第脊椎 你直接从这里开刀 你膝盖不一定会好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 膝盖痛或足底痛 他们找出来就从脊椎开刀 很多是好不了 但是如果你刚好是腰痠背痛 处理这里 说不定就会好 那或是有一些什么肚子痛 他们检查说是盲肠炎或缠沾炎 直接从患处下手 你肚子痛也会改善 人会变稀一点 也有这样的 那为什么 从患处下手 患处体伤所致之疾病 可以好 但如果他处体伤未必会好 然后手术这里特别提出手术 它会破坏身体消耗热能 对重病患者是难以承受的 这个所以手术一定要小心 然后有时候手术不成功 还会危及生命的 那从果处理 看得出来不是散法 西医的这些外治法不是好的方法 因为他们有大开关的概念 然后手术又副作用大 那我们继续来看 紧接着就是外治法谈的是 谈中医还有原始点 中医跟原始点 跟西医最大不一样 我们前面也讲过 它是从因治病 不是从果 那从因治病 它不仅有医疗 还有什么样 保健 前面也有说 原始点 它的按推外治法 医疗 但它的外热源是属于怎么样 保健 所以既有医疗又有保健 那中医也是 针跟灸 就是一个是 针是医疗 灸是保健 好 所以通过针刺或按推 这是属于医疗 从他处或患处来穴位或压痛点 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这是属医疗 保健是怎么样 通过艾灸或僵肤 中医是用艾灸 原始点是用僵肤 用于体伤位置 然后来加速修复体伤达到正常运作 所以这个都是照正图表写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原始点跟中医不一样是 医疗跟保健是并用 所以它能同时改善这两个 那你中医如果用药而不用针灸 那大概只能改善这里 那原始点并用 所以它可以同时改善 所以同时改善 那两个所以上面的这个都可以解决 所以这里我就不念了 所以如此既安全又有效 故从因治病是善法 就是这种意思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那原始点通过医疗 这个就是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原始点通过按推原始痛点 既可治胃病又可变胃病之体伤位置 这里特别提出来就是 原始点的按推从表看不出来 它好像都解决疾病 但这里没有标的就是 其实按推大开关它处体伤 是可以治已病还可以治怎么样 胃病 它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又可以知道体伤的位置 那就是诊疗合一了 这是我前面刚刚讲过的 这是原始点的特色 那从这里也点出来 自胃病它是靠医疗的 好 那我们这里紧接着下面的话 好 看下面 在此情形下 那如果很多人都有中医的概念 说自胃病一定要用养生保健 养生保健就是用中药来养生保健 但这里提出就是 好 你不要说只有用中药 你用灸跟药同时用 外内热源都用 你也无法自胃病 所以这里就开始讲 那外内热源改善体质 也无法使疾病消弭于无形 就是它还是达不到自胃病 为什么呢 我这里提出来 因为外用爱揪则无从下手 因为你不知道体伤的位置 那你要揪哪里呢 所以它做不到 第二个你外热源做不到 那内热源可不可以做得到 也不行 因为你要改善体质 要花很多时间 全身才能改善体质 何况它是胃病 胃病就是它热源是够的 它只是局部的体伤而已 那这样说来 这个也行不通 所以下面进一步讲 胃病表示体力正常 热源上主 处理上本来就应该以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好 这里就结论了 由此可见 自胃病 保健不是首显 因为自胃病一定是以医疗为主 这里就点出这个 然后也不能独当一面 因为它也不能独当一面 因为它矿热费时 也没有办法再修复体质 比如我也常常想 你一根指头痛 即便已病了 你要指头痛到 喝姜汤喝到它好 你们可以去实验看看 看要喝多久 才能把 不要按哦 一直喝姜汤哦 看喝多久才能好 你们再告诉我 所以很显然嘛 以病也没办法达到 那何况是胃病呢 对不对 胃病热人又更够 那这个体伤你怎么解决 所以这里就做下这种结论 这里是也是原始点点破 我们很多上工自胃病 然后要养生保健的一些概念 其实那些都是理论 其实很难落实到临床上的 然后如果你还迷信 养生保健 养生可以自胃病 养生可以怎么样 那个是不可以的 这里就是把中医的一些问题 也顺便地把它点醒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外治法的一些应用 虽然外治法 可通过医疗保健之源 以解除症状 但不能因此就说 外治法有致病功效 比如感冒 用爱酒或江湖把病治好 能说爱江可以驱风寒 杀病毒吗 如果能 把它们放在屋内 不就满屋温暖 了无病毒了吗 又如头风痛 用木棒或手肘把按推 把病治好 能说它们可以驱风直痛吗 如果能 家具多木质 且手肘再深 为何还得头风痛 显然能疗愈疾病 是因为疾病之因 热能不足或体伤 获得改善 可见有缘 有阴 才能改善过 假设不谈阴 却只谈缘 有治病功效 那么眼睛痛 若按推 臀部 会不会如隔靴搔痒 针刺穴位 会不会导致 蕴针 拍打眼睛 会不会打成熊猫眼 显然 痛症多数 他处体伤所致 不能解症 是因为疾病之因 他处体伤 为何改善 可见有缘 无因 不但不能改善过 甚至对虚弱者 或从患处下手 还会加重过 由此可知 疾病之所以能够疗愈 固然与缘有关 但关键是 因能否改善 换言之 通过手术 复健 针刺 爱酒 按推 将肤 拍打等缘 虽然有助于疗愈疾病 但若忽略了体伤 及能够足的因 而说缘 有治病功效 那么也会像内治法一样 犯了气因弹缘 而说缘治果的过失 好 这一段就如同内治法 最后讲的 僵有什么治病功效 最后就是反驳 它没有什么功效 它只是改善我们热能不足 让我们身体自己去调整 最后好是治愈的 好 这里也有这种味道 好 那我们来看 虽然外治法通过医疗保健之言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讲了 原始点的外治法 按推有属于医疗 那我们的僵外敷 是属于外热源 所以这个都是属外治法 所以我们的外治法 既有医疗也有怎么样 保健 所以这里就直接讲 虽然外治法可通过医疗保健之言 已解除症状 但就是不能说外治法有治病功效 不能说这个外治法 这里的外还有按推 有治病的功效 不能这样讲 这样讲又犯了跟用内热源 说炎有治病功效 一样的错 其实诊断都在谈这个概念 好 那我们来看 里面就举了一些例子 感冒 你感冒的时候 有人用光用外内热源就把 尤其外热源就把它治好了 所以艾姜 外内热源 有些喝姜汤 有些温敷姜 或是艾灸 它就可以改善 然后达到治愈疾病 那这时候你能说 艾姜有治病功效吗 感冒它有戚风止痛的作用 那可以不可以说 艾姜有戚风含杀病毒 可不可以这样说 那当然不能 如果人那你把艾灸跟姜放在屋内 它有 它就不就是可以杀菌病毒 还有趋风寒 那不是满屋温暖了吗 可见它没有 这是比喻 我们再看下面 那头风痛也是一样 你用按推 外治法的医疗方法 然后按推把病治好 那你能不能说 手肘跟木棒按推好了 那这样手肘跟木棒就有治病功效 不能这样说 那只是一个言 如果人那家具都木制 或手肘也在身体 那你为什么还会得病 这个也是显然是不合理 所以人疗异疾病 这里就是一个结论 人疗异疾病是因为怎么样 疾病之因热能不足或体伤 获得改善 前面是用温灸的 是改善热能不足达到治病功效 那后面按推是改善体伤而获得功效 可见这两个是因 那这两个获得改善 所以可见有盐 还要有因才能改善果 所以它这里还是点出一个怎么样 有盐 有因 因盐具足 果才会生 所以这里都在谈这个概念 下面也是下一段 假设不谈音 这里不谈音 那说眼有治病功效 我这里又比喻了 举眼睛痛 那你眼睛痛 痛多属他处体伤 那你应该找大开关 大开关你却找到臀部去 眼睛痛应该按哪里 头部 你揉臀部会不会有效 不会啊 边肠莫急嘛 所以你按臀部 你说眼有治病功效 那原始点乱按都一定会好嘛 这里不是这样 你看按臀部 会不会如隔斜搔痒 这里就点出这个问题 那你说 好 针刺穴位 有治病的功效 那你针刺下去 针下去 万一这个人病人很虚 他可能晕针 不但没有好 那你怎么能说 他有医疗治病功效 好 那拍打工 外面之前很盛行 说拍打会好 有没有 哪里痛就拍哪里 有没有 眼睛痛你拍眼睛看看 拍到最后熊猫眼 那熊猫眼会不会好 他眼睛还是不会好 他没有从大开关 所以这里就结论了 我举这三个例 就结论 导出什么结论 来看下一页 显然痛症多数 他处体伤 他们为什么 这三种方法不能解症 是因为疾病之因 没有获得改善 可见 这里就结论了 可见有言无因 不但不能改善果 有言 那你阴不去谈 是不能改善果的 言一定要通过阴 那不能改善果 甚至这里还提出 甚至对虚弱者 比如说他真是眼睛痛 你真是他阴真了 那就是代表他怎么样 不但不会好 虚弱者还会怎么样 病情加重 所以这里甚至对体力虚弱者 还会加重果 那还有一个眼睛痛用拍打工拍打眼睛 他拍打到最后怎么样 熊猫眼 但是他眼睛也没有好 那所以他也会加重果 所以有言无因 疾病不但不会好 甚至你拍打错误或争错地方 还会使疾病加重 这一段就在谈这里 所以最后结论就知道了 这里也是在举出例子来说明一件事 疾病之所以能够疗异 当然跟言有关 但单一的言是不能解决疾病 关键是因 这个疾病之因 能不能改善 最后的结论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看下来就很容易明白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换言之 所以你通过西医的方法 这里有一些西医方法 中医的方法我就不念了 这些方法虽然有助于疗异疾病 跟前面举例的一样 虽然有助于疗异疾病 但一定不能忽略了这个 如果忽略了体 这里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你强调原有致病功效 那不就是跟内治法 我们说的汽油有冷空调的功效吗 没有 它没有冷气的功效 它要空调的设备 透过空调设备才能达到 同样你谈原外治法也是一样 你忽略了这个 你说他人治病 也一样犯了跟内治法一样 犯了弃因谈原 而说原治果的过失 所以这一段 内治法也是这样 不能说有治病 外治法同样也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那这样整个外内治法 说法就一致了 好 我们最后来看下面 总之 原不论分属内治法或外治法 医疗或保健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实际上 若要解决疾病症状 终需内求于身体的正常运作 即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等助援 皆需通过身体热能作用 及组织器官运作 才能改善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提升代表人体体力的免疫力 自愈力 以达到自我疗愈疾病症状 果的目的 由此观之 因 要影响果 必须借助 原 通理 原 要影响果 也必须通过 因 单一的原 并无治病功效 我们这一段用图表来看 就很容易看懂这一段 我们来看 总之 言不论是分属内治法 外治法 医疗或保健 都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继续 实际上 如果要解决疾病 中西要怎么样 让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那这个身体要如何恢复运作呢 即按推 这些 炎 按推 热源 及其他保健等株炎 皆需透过 这一系列 也就热能作用 还有组织器官的运作 就是这里顺畅了 就自然没有体伤了 好 这些才是因 一定要透过因 也就炎要透过因 才能提升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治医力 来达到怎么样 自我疗医疾病的目的 这样很显然 就是简单的讲 你不能说 一定要透过这里 然后到这里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由此观之 因如果要影响果 一定要怎么样 透过炎 炎来改善因 对不对 好 那同样炎要影响果 必须要怎么样 通过因 所以这里结论就是 单一的炎 其实这里是要强调炎无致病功效 你也可以结论写成怎么样 单一的炎或单一的因 都不能致病 都不能产生果 就像因 单一的因就是这样 你有因 是不是一定有果 未必 你还要有盐 就像你撒种子 你要有阳光 水分 空气 种种 它才能长成果树一样 同样你人一定是会生孩子吗 因一定会生果吗 不能 他还要借助男人的盐 那因盐具足 果才会生下来 所以这一段就是把因盐果 其实这一段简单讲 就是在谈因盐果 所以从这里用这种图表来看 哇 非常清楚 那我们最后把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有两段 我们再念一下 四 总结 医疗不论是通过内治法或外治法 侵入性或非侵入性 从果或从因处理 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疾病症状 但医疗若无适当保健措施的配合 对热能不足 体力较差的慢性病患 不仅疗效难以持续 还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 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加速修复体伤 达到肆愈疾病及抗老增兽的目的 医疗应将保健纳入其中 反之 为了能够直接刺激体表的压痛点 或经络穴位 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从而达到快速解除 踏出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保健也应将医疗纳入其中 由此可见 治疗必须医疗与保健并用 内治与外治互补 不可割裂或偏废 使医疗保健之源得以相辅相成 充分发挥 如此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从而达到防治疾病及强生增兽的目的 这一段其实不用讲解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它无非在讲这两者的关系 那两者的关系才导致这些果 那我们处理 当然看到图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都要解决 才是能够根治 那你如果解决体伤 在解决体伤的过程中 按推的过程中 它会不会消耗热能 一定会 所以你就要先补足 所以也要这样用 那你明明觉得它热能严重不足 你要改善它的时候 你要不要解决体伤 你体伤不解决 它一直在痛 也会是要消耗热能 所以也要同时解决 所以它讲来讲去就是 原始点最后一定是怎么样 两者并用 也就是这两者有缘都并用 然后来同时改善这两者 然后来达到我们解决疾病 这是原始点的特色 但也是现在中医 目前还没办法做到的 那这一段就是强调这两者并用的 特别的重要性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段 事实上 很多疾病是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 因此当务之急 是将正确观念融入日常生活 以养成良好习惯 如不受寒 不熬夜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毒等 并积极落实温热性饮食 注重保暖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若病情需要 不仅可通过保健 外内热源制浆粉 浆粉泥或浆汤 用于体上胃脂 直挤温暖组织器官 还可通过医疗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者痛点 并配合其他外热源温脂 如此 才能从阴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使身体恢复正常运作 从而达到无病 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有病可加速疗愈疾病 使中病患者转危为安 毫无疑义 这种生活化 非药物 非侵入性的医疗保健之源 才是解决生老病死的最好方法 好 我们这一段 就是讲 其实几个字 就可以含乖瓜 就是断恶修善 断什么是恶法 我们就断 所以原始点 就是把善法跟恶法 好的方法跟不好 对我们身体有坏的影响的 坏的方法 要分清楚 好坏都分清楚 那分清楚之后 你要坚持 就是有一些要断 有一些要加强 如此而已 好 我们来看 很多疾病这里提出来 其实疾病如何产生的 其实疾病的产生 都是生活习惯不好 用错错的方法 才产生的 所以当然就要断恶了 那你平常怎么要达到 养生保健 来达到我们抗老征受 那就是用好的方法来改善 其实他就是提出这样的概念而已 看你要不要做 如果人做 那这个你的生老病死 因为这里到这里 老跟病 还有到死亡 都可以解决的 姐姐不是不死 就是你本来会死 本来可以活到60岁就会死 因为原始点早知道 然后可能就活到七八十岁 是这样来的 不是说用了 我已经修成金刚不坏之身 不可能 还是会坏掉 好 那我们来看 这里当务之己 在日常生活就要善用 养成良好习惯 尽量怎样 穿薄软一点 不受寒 不熬夜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吸毒 但是很多 现在生活习惯 美国也很多吸大麻 听说合法了 有些地方合法 那个是消耗热能 但是这个法对民众是 健康是不好的 说实在 好 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饿的 我们要断掉 你断掉饿 你自然就不产生疾病 就是这些因就不会被破坏 那还要积极一点 要怎么样 用温热性饮食 就是这些 注重饱饿 其实就是在讲这个 然后如果 除了这些以外 好 我们看下面 还要懂得生病的时候 怎么样充分应用这个保健 还有按推 生病的时候 按推热源一定少不了 这学原始点的特色是这样 好 那你知道了 按推 它有分他处患处 这些前面诊断 与治疗都讲过了 我就不再重复 然后这两者结合 最后你看 还要配合外 所以这两者方法 沿再结合起来 好 我们看下面 这样就能够同时改善这里 然后来达到怎么样 抗劳 好 这里 这里都是我前面讲的 套进公式 那写法一致 简单明了 然后最后再提出 毫无疑义 这种医疗与保健 是生活化的 它不是什么特别的 都是没有侵入性 也没有医疗行为的 你都看不出来 那让你们 你只要不说 我人治病就好了 就不会犯法 不要收钱 收钱就构成医疗法 不要去收钱 那这样 你可以帮助很多人 这种生活化 非药物 非侵入性 根本不像医疗 但它又具有医疗 又有保健功效 这样才是解决我们怎么样 生老病死 所以我们原始点 它一度探讨的 就是在解决我们的怎么样 从生下来要面临到的 老病死的问题 那这些方法 对我们这些日常生活 身体的帮助是最大的 好 我们今天的医疗与保健 讲了蛮久的 总算你们辛苦了 讲完了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